现在时间七点整 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这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接下来阿富汗独立以后 苏联很高兴 因为它北边接着苏联 那么苏联觉得说 我北边下来南边领土 就是阿富汗 我不能够让阿富汗落到别人手里 就像美国门楼主义 它不能够把北美洲、拉丁美洲 变成别的国家的势力换回 那么阿富汗怀弊其罪 东西、南北 它刚好是内亚的中心的树林 所以苏联看到阿富汗独立以后 非常的得意 就在阿富汗那边建立关系 然后就扶植它的一个政权 它的傀儡政权 刚开始是把这个阿富汗的皇帝 把它融络给了好处 那么一方面 大家都知道 旁边是印度、巴基斯坦 到二战时后它独立 独立以后巴基斯坦的旁边就是阿富汗 那巴基斯坦和印度除了争执很厉害以外 巴基斯坦也害怕北边有敌人 所以对阿富汗也一直招手 要把它吞并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是二战以后最强的国家 他讲海洋的旁边 他已经建立他的帝国 美国这个国家 发哥改天在讲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讲 张静成这个教授 要有写的美国 American can help 台湾后来用那个标语叫 台湾can help 其实是抄袭这本书的英文名字 就美国的决断 美国这个国家很特殊 它东边是大西洋 西边是太平洋 它刚好横滚大平洋和大西洋 北边没有敌人 南边没有敌人 北边加拿大 南边的墨西哥不是它对手 所以美国慢慢在海洋称霸以后 将来我要讲一个问题 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美国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里面最注重 所谓自由航行权 中国人说我发定南海是我的区域 美国说你奇怪吗 那是公共海域 我就是要在那里航行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美国对自由航行权 如果你阻碍它 自由航行权 就真的会引爆美国的缓急战争呢 美国好几次都是因为自由航行权而产生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德国的潜水艇 这个不顾美国这个航行权 自由航行权 把它的货轮打沉了以后 死掉一千九百多个人 美国就对德宣传 要不然美国是孤立主义的国家 门罗主义以后孤立 他不想管欧洲的事情 华盛顿要退休以前再三的讲 我们不要去进入到欧洲的利益进途了 因为欧洲人的利益有他们的利益 有他们的冲突 这个和我们美国根本没关系 但是因为你德国潜水艇 把美国的商船打沉了 死了一千多人 美国因为这样子 一加入到第一世界大战 这个就决定了第一世界大战的胜负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日本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的航行权 美国毅然决然对日战争 因为美国的自由航行权 海洋的航行权 就关系到他的国家生存 他国家如果航行权 没有自由航行权的话 这个国家会窒息 因为他的他的真正的利益 也不在这个南美洲 北美洲这边的利益不多 他主要的利益还在亚太这个地区 和欧洲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 美国的自由航行权 你就知道说 你越是中国 越要在中国航行权里面去阻碍他 就真的会爆发战争 原因在这里 改天发刻在讲 美国的立国精神 和他的基本的原则 到底在哪里 在谈 那么阿富汗这个地区 因为美国和俄国已经交恶了 所以俄国一直吞并这个阿富汗 他知道 俄国如果吞并阿富汗 下一步就是巴基斯坦和印度 印度一直出到印度 所以美国 虽然没有很积极开始 没有明的支持阿富汗 但是他也在冷眼旁观 你苏联怎么处理阿富汗 那么阿富汗的国王 后来是一种非常的无能的一个国王 后来国内发生了激方 发生激方以后 这国王被推翻了 推翻以后 查西尔国王推翻了 那么就由达伍德来继承这个阿富汗的政权 但是达伍德呢 就把这个阿富汗的帝王制度 皇帝制度把它毁掉 就变成了所谓阿富汗共和国 但是达伍德就像习近平一样 就像一般的共产国家 像这个卡斯楚一样 他一掌权以后就独裁 他一独裁 结果就消除一级呢 结果最后达伍德呢 最后是被他身边的叫阿里的 把他推翻了 那但是呢 不是不是被达伍德 达伍德不是被阿里推翻 是被苏联所扶持的人民民主党给推翻了 那么人民民主党塔拉汗呢 到最后也被他身边的阿民呢 因为他实施的这个独裁制度 共产制度像史大林一样亲属一级呢 阿富汗不是一个统一 虽然是一个表面上统一的国家 它是很多部落的国家 你硬要把这些部落 用严格统治共产主义的制度通知呢 引起了他身边一个阿民 把他推翻了 他身边的亲信阿民呢 推翻以后呢 阿民就想要左右红圆 向俄国 又向美国巴西斯坦招手了 当时的1979年 苏联是没有办法忍受阿民这样向两边输成 苏联采取了一个最激烈的措施呢 把军队空降空降到库布尔 然后呢 把坦克车开进来 把这个政权 阿富汗整个政权 把它占据 然后苏联驻军 10万进到阿富汗 但是这个战争呢 在阿富汗 他本来想苏联去扶持个傀儡 就可以 速战速决就退了 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战争 把苏联拖在那里11年多的时间 那这11年多发生什么 这是上级讲到这个地方 今天要讲到下 那么在讲之前呢 发过有几个问题 还是要回应我们群众 我们的听众朋友了 现在武汉会员那么严重啊 所以大家呢 尽量在家里啦 尽量在家里 我们用两个礼拜来展现我们的团结 那么让这个武汉会员的 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呢 不要再蔓延出去 能够让他锻炼 你现在要把他锻炼 最有的方法就是 在家里不要动嘛 尽量不要动啊 这里面先谈到一个问题啦 你看香港中国的媒体啊 或者其他的中文媒体啊 理直气状一天到晚 在称这个叫英国病毒 英国变种 印度变种 南辉变种 巴西变种 发哥听得真的很生气啦 如果印度是变种 如果英国是变种 如果巴西是变种 那么原生种是哪一个国家啦 原生种就是中国武汉会员不是吗 天下有这样子的一个媒体 不能够称中国武汉会员 然后呢 你可以称你自己的病毒输到全世界去 它变种又可以称为英国这个国家的变种 可以称为啊 这个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名字的变种 可以称为巴西这个国家的变种 你不能称中国武汉会员病毒 我们的媒体近来还屈服他 这什么媒体嘛 这个呢是发哥觉得非常生气的地方 台湾就是处处就有一群要唱衰台湾的人 立场很奇怪 这个逻辑发哥刚才讲的是个很简单的逻辑 不必再讲什么政治大道理 但是你们难道这种基本的小学生的逻辑能力都没有吗 你既然要称他叫英国变种 你要称南辉变种 那么原生种就是中国武汉会员嘛 有什么不能堂堂往往讲呢 这是第二个发哥呢 很多朋友在讲的时候希望发哥表示一点去 对啊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所在家里啊尽量扫外出 但是你总要吃饭总要什么东西 除了外送的餐点以外啦 发哥给你推荐这个从普罗旺斯来的橄榄油 那么这个油大家已经买过嘛 那发哥也知道说品质我不必再介绍了 你在家里拌拌面线 拌拌沙拉很简单就可以过生活 两个礼拜而已三个礼拜而已嘛 忍耐一下嘛 如果你需要这个橄榄油情 你打0910-699-087 0910-699-087 你找个五小姐 如果找不到你就打0983-468356 0983-468356 那么再帮忙推销这个大午餐咖啡的吴太太 好我们继续来讲 苏联进入到阿富汗的这个战争以后呢 就陷入到泥闹 战争啊 让敌人陷入泥闹呢 这个是重大的一个战略 在世界上有名的战略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以为说 哪一个国家的军队啊 武器买得多啊 厉害了 真正很多战争啊 你都是没有办法在短期里面结束的啦 你看美军陷入到越南的越战 一陷进去 你要拔出来 拔得掉吗 美军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首相无敌的啦 但是竟然被越南陷到泥闹里面 美国死了这么多人 也发了那么多财富 这是美国 接着苏联呢 也是陷到阿富汗的泥闹里面 不是吗 就拔不出来啊 你想退兵 你苏联就整个在世界上的面子 还有你如果不退兵 你的军队一直在死亡啊 他开始派十万驻军 就像美国派军队 也差不多到阿富汗 刚开始也是十万啊 但是你要征兵啊 军队不能在那边十几年啊 你二十岁的人去阿富汗 驻扎 十年以后你三十岁了啊 军队要不断的更替啊 更替的结果是什么 你最后总病例投在那边 苏联投了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的军队下去 一百五十万军队打仗的时候 我们是每天都要花钱呢 打仗就是打钱你知道吗 你想你可以想想看 一颗灰弹打上去多少钱 像台湾我们现在有了自制灰弹 大概比较便宜 他美国每的买的灰弹 哪一颗灰弹 多少钱你敢知道 你自己算货吗 所以呢 这个泥闹战争是最可怕的 在二十岁大战以前 其实有两次最有名的泥闹战争啊 就是德国攻进苏联 苏联这个土地那么大 苏联是全世界土地 国土最大的国家 它从西边到东边的时差 十一个小时 十一个小时 飞机从西边飞到东边 的时差是十一个小时 全世界最广的国家 你德国攻进到苏联 你军队虽然很强 但是你投到一个 没有人烟的地方的西伯利亚 或者是就算是欧洲的部分 到处都是丛林 冬天的时候是雪 不要说这个斯达林和他的 到后来的这个朱可夫元帅 不要说他的这个战略都高明 把你陷在尼澳里面 你就死了嘛 一样的东西嘛 日本关东军打到中国来的时候 当时十元婉儿 他是不主张日本 建立满洲国以后 再继续向中国这边打过来 他明知道你这个 一陷入到中国尼澳 你就拔不出来了 所以他主张是向北边去 打向苏联 和德国在会师嘛 但是呢 苏联现在的解密资料 是苏联的情报局呢 误导这个日本的满洲国 和日本的关东军呢 向南边打中国 就陷到中国的泥澳里面 所以战争的泥澳是可怕的 那你以为台湾的战争 在台湾的战争 可以很快就结束吗 很多人都开玩笑在讲 台湾有五大山脉在这里啊 台湾人现在开始 要成立一个国家的意志很强啊 你从这次的防疫你就知道 台湾看起来很软弱 但是你看看 这个疫情一升高 大家呢 自己封国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 自己人民 自己封国的 那你从这里看出来 你以为是台湾人 对啦 你说台湾人怕死 所以都躲起来 谁不怕死 我问你啦 但是怕死以后还保持这个几率 其实很多国家 美国 日本都看很清楚 台湾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欺负的国家 好 发哥再讲一个例子 台湾人念台湾史 因为要讲清楚 我要讲阿富汗 就是要讲这个嘛 1895年台湾割烂给日本 日本是最精锐的三个总司令 带兵来 还嫁在一个亲王 最精锐的日本部队进驻到台湾来 台湾这个唐锦松 这个台湾民主国的这些领导人物 从大陆来的领导人物 半夜就溜走 溜光了 从台湾人在低空 台湾人连武器都没有 帝国到蔡哥 然后有一些唐锦松的 那个军火库的 那些清朝的二级的武器 人民拿来接收以后 你知道日本打 台湾打了多久吗 1895年 整整五个多月呢 是日本最精锐的 这个正规部队 和台湾的民兵呢 乱无彰化的民兵 打了五个多月 你知道日本 甲午战争的时候 他在陆地上的战争打了多久 把秦国打垮 不到两个月啦 那你知道台湾 是这些人讲的 真的台湾 真的是 台湾向来就不是容易 真华的国家啦 好 那为什么讲阿富汗的 这个问题就在这样 那么阿富汗苏联进军以后 当然阿富汗的军队 民兵 当然抵不过 苏联的正规军 当时苏联的武器 又是最好的 当时苏联的 武装直升机的火力 是远超过美国的啦 武装直升机 最进步的国家 当时是 是苏联啦 但是最进步的武器 苏联自信满满 你阿富汗地形很复杂 我就可以用武装直升机 升降农翼啊 就发射威力大 我三两架就被你打垮 结果随被谁打垮 苏联被阿富汗打垮了 为什么 来一会儿看一会儿 快乐华当 98.3 快乐配偶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报榜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法哥 法哥开杠啊 今天讲 永不屈服的阿富汗啊 那么阿富汗被苏联占领以后 阿富汗的人并没有屈服啊 当然苏联的军队力量 当然它是一个压倒性的力量嘛 所以阿富汗的游击队呢 本身在本土里面呢 存在不了 剩下小部分 但是阿富汗人不屈服 他们退到哪里 退到巴基斯坦 那么当时的巴基斯坦啊 也是很防备苏联啊 所以巴基斯坦留下了一些地方啊 让这个阿富汗的游击队 能够在山里面存在 然后来攻击这个 在阿富汗内的 那个苏联的部队 就现在同样呢 西藏被中共占领了 由西藏的反抗军 就跑到印度的达兰沙拉去 印度也留了个达兰沙拉 让西藏人在那里 那么印度为什么留个达兰沙拉给他 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往这个西边去的时候呢 势必会进入到印度嘛 印度当时也有少部分是共产党 那么印度呢 是绝对不容许 他的国家再被共产党赤化 再加上他们的原来殖民国 英国 他的利益国 美国 当然也不准许 印度被赤化嘛 被共产党化嘛 如果中国 苏联 印度都变成共产党的国家 这个世界上 就真的像 史达林列宁所讲的 他要统治全世界 共产党 所以那个力量 到背后当然有英国 美国 留下了一块空地 让达兰喇嘛 流亡在那里 就是达兰沙拉 对不对 到今天呢 甚至印度的军队里面 因为经常和中国冲突嘛 中国夹派啊 现在战狼外交 印度就招募那些流亡 在西藏的第二代 他已经组织 将近一个师的部队 最骁勇善战的西藏部队 他是用印度的军队编制 将来你会看到这支部队 这同样的美国在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美国除了自己的军队很 阿里桑达这个将军 你没有注意到这个人 阿里桑达是打这个 打伊拉克战争里面的总司令 这个将军是最可怕的将军 而且你根本不晓得 他每一次重大战争 他当总司令 打完战以后 他就消失了 没有任何消息 这是个秘密的牌 阿里桑达是有中东的协同 打中东战争 他就用有中东的协同的将军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但台湾对这方面的资讯 都是很缺乏的 好 美国就在阿富汗 在巴基斯坦建立游击基地 有美国就插手进去了 美国的CIA这些系统 就去训练阿富汗的游击队 本来阿富汗的游击队就骁勇善战 但是阿富汗有缺什么 他缺现代武器 那么这个阿富汗的游击队里面 他也没有战车 他只有传统以来就是骑驢子 骑马 尤其是阿富汗的地形高高低低 他们是骑驢子 用驢子来运送机关枪 步枪而已 那么刚好苏联那个最强的时候 他武装直升机 强得不得了 那个你看武装直升机 像Apache类似这种 是美国的Apache 你看就知道 那个武装直升机的 杀伤力有多大 但是因为这些武装直升机 太自信了 进入到阿富汗以后 美国干支 这个时候就发明了一个秘密的武器 就是针刺飞弹 大量的针刺飞弹送到阿富汗的反抗军手里面 这个针刺飞弹当时就是一个肩膀扛一颗飞弹 你看到你直升机进来 他只要一按 射后就不理了 就把他击垮 苏联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的最强的武装直升机的攻击队 进入到阿富汗以后 被针刺飞弹 像打鸟一样 一支一支打下来 那种震撼力是相当可怕的 其实美国在每一次战争 都要玩一些新武器出来 你不知道他有什么新武器 那最有名的一感慌 国民党退到台湾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的空军 是抵不过苏联给中共的米格基 是绝对优势 所以大胆的就像现在一样 捞乱空域 过台海 就给你挑衅 难免就冲突 但是他不知道 台湾那个时候的飞机已经装上 美国最新的响毁者飞弹 这一接触以后 响毁者飞弹一发射 一支一支 飞机通通掉下来 马上这场台海危机就结束了 战胜结束 所以台湾的军队 到底还有什么秘密的武器 老实跟你讲 电视里面讲的那些人 讲的都不是真的 美国到底在台湾 埋厂了多少重要的秘密武器 打仗了才会知道 所以这些 你还没打仗 就让你知道还打个屁 那么在阿富汗也是一样 结果呢 就一支一支把他打下来 但是苏联就陷入到泥脑里面 像美国陷入到越战一样 进也进不得 退也退不得 但是每天打仗 苏联就要支付这个重大的经济 苏联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 它不像资本主义的国家 钱的经济力是非常雄厚 苏联不是啊 你在这里军会编的更多一点 人民就要多受苦一点 你在用分配的嘛 那人民分配 人民就开始缓赶了 我为什么要减低生活水准 去打一个没有意义的战争 而且打不赢的战争 所以国内的反战气温就很浓 但是共产主义是不准你表现出来 但是戈巴切夫上台以后 他要了解整个国家的经济进行 加军事的问题嘛 戈巴切夫呢 和别的政党当初产生的共产党的领袖 他产生的方式不一样 戈巴切夫是经营一个农场 把农业经济把人民的生活水准打平 这样起家的 他是经济方面的这个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呢 他也要了解苏联现在 我街上总书记 我们国家到底还有多少财物 那我们去打阿富汗 我们每个要支出多少 如果再这样打下去 KGB当时的头子告诉他说 大概几年之内苏联就 不必人家和你打啦 你就要解体啦 因为那时候除了这个事件以外 又连续发生了所谓的 撤那比后来的这些这些一连串 然后就是小麦又欠收 然后和美国又进行太空的太空的竞赛 苏联已经被雷根的太空竞赛呢 拖垮了 再加上阿富汗你又拔身又拔不出来 然后你又参生国内的灾难 郭巴奇夫断然啦 宣布啦 从阿富汗撤军啦 那么1985年就决定宣布公开宣布撤兵 1989年就撤军啦 苏联就撤出了阿富汗这场战争 打得灰头土脸 统计下来苏联前后动用的军队是150人 但是战时的部队呢 超过1万人 加上重伤常会的部队呢 竟然啊就超过了5万多人 这个对苏联来讲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 然后耗费的这样子的所有的钱是450亿卢布 对美国可能这个钱还不是最大的 但是对苏联计划经济的国家 这个就不得了的数字 然后这个事件以后呢 苏联竟然两天以后就解体了 苏联的解体当然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在阿富汗那边 发挥了太多的军费 而且又打了败仗 军队解体有关系 民主国家呢 如果针对打败仗 就像当初的 这个美国在越南打败仗 占身总统到最后 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或者是政策方面 你就是美国有固定的制度嘛 就把这个总统换掉就是了嘛 那不会殃及到整个体制的改变 但是苏联不是啊 你打了败仗 人家算你账啊 所以整个一算账以后 整个权力阶层大翻 他那个权力阶层交替 不是我们用选民选的 共产党几个重要的人 一举手就改变了 所以整个苏联呢 因为这样子而解体掉 一块砖倒了 全部就倒 所以极权政治 你表面上看起来 很强大 很坚固 其实它就像一堵墙啊 如果一块砖 两块砖被底下 从重要的地方一抽掉 整座墙就倒了 那么阿富汗这边呢 他当然付出的人民的死伤啊 也是好几万人 尤其是军队死伤好几万人 平民的死伤是一百万 一百万人是什么概念啊 阿富汗的国家的人口 总人口数 将近占了十二分之一左右 人民暂时在这里 但是阿富汗的整个过程里面 他们建国的过程 一两百年来 阿富汗就是这样子的 阿富汗这个国家是蛮特殊的 我们一直觉得说呢 中央集权很有效率 一个总统命令之下 大家都在一个口号 但是在阿富汗那个地形很复杂 复杂每一个家族 每一个部落的传统 都几百年来占据一个山头 他自己都有养军队 所以他虽然是战死了一些人 但是阿富汗的势力 你打垮了其中一个部落 其他的部落还存在 一两百个部落的领袖还存在 他只要有十个二十个部落在那边 你就永远打不垮这个国家 这个是阿富汗很大的特色 苏联陷到尼澳里面 接着美国自己以为很聪明 苏联打不下了阿富汗 在他来讲是简单吧 他美国也是因为反恐战争的扩大 也就陷入到这个地方 反恐战争以前 美国很轻易的在短短时间 就把伊拉克灭了 但是他也想阿富汗 那怎么和伊拉克比呢 伊拉克全是全世界陆军 第五强大的国家 被美国几个月就消灭了 那么他想阿富汗 那有什么了不起呢 而且有一些恐怖分子 就跑到阿富汗去 阻力另外的一个游击分子 美国又到 又陷入了这个泥闹里面 为了追捕这个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呢 就进入到阿富汗 那我们从现在好莱坞很多电影 好莱坞电影有的时候 偶尔有的时候是不错的 就是说他有的时候 在还行整个战场 因为好莱坞毕竟还存有一些 有良知的编剧 或良知的导演 他把这个实况看 演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阿富汗战场是多么困难的 那从一连串的 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里面的吃亏呢 他也知道说 我先如果不在 我在没有被打垮前 我如果不退出 我也会步苏联的后程 所以呢 到川普的时候就宣布说 我要从阿富汗撤军 那川普没有人认拜登继续他的政策 宣布今年马上要开始撤军 从阿富汗撤军 趁着你还没有失败以前 这个就是整个阿富汗的状况 那么阿富汗美国撤军以后 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阿富汗还是每一个部族 每一个部族 每一个部族都拥有自己的武力系统 而且他们这个每一个武力系统背后 有些是用中共的武器 有些用苏联的武器 有些用美国的武器 尤其美国现在最麻烦的就是 当时为了打垮苏联 把针刺飞弹送到阿富汗手里面去 现在你阿富汗手里面有这样子的 还没有打完的针刺飞弹 他当初后来用反恐的时候 恐怖组织用来打美国 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局 但是对阿富汗来讲也是个悲剧 阿富汗到现在为止 各个党派互相算账 你当初支持美国的 你当初支持苏联的 我就清算你 美国退出以后 当初把美国引进的部落又被清算 所以阿富汗到现在还在混乱之中 但是基本上阿富汗是这样 阿富汗的人和台湾人很像 我们可以共犯难 很难共享受 这是我们国民性的 发作作为一个文化观察者 必须讲的实话 台湾人在后面要多努力 为什么说抗疫的事件 我觉得台湾会没有问题 会比较 就算是比较慢一点 但是台湾会克服它 因为台湾人 我们从400年历史看 台湾人碰到危难的时候 非常团结 但是发财以后 差不多这个公司就要开始解体了 大家都想当老板 所以你看台湾的街上 大家你认识的中年人 他一递过来 名片里面都挂好几个公司 什么董事长 什么总经理 他就是爽 挂个小公司的总经理也爽 挂哪个公司的董事长也爽 挂哪个公司里面 怎么样 这个就是台湾人另外一面 文化的另外一面 这个老是想要当老大 没有办法和人家共同来创造利益 共同来享受 这个是我们的缺点 但是当然现在的新的企业家 已经逐渐的有这样的认识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台湾人的个性可以共犯难 希望我们下一代培养出来 是可以共犯难 也可以共享受 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商机 新的好的将来 阿富汗给我们一个教育 他的教育是他永不屈服 但是阿富汗也给我们一个教育 就是经过了这么多苦难 死了这么多人 国内打推了这么多强敌 应该开始团结了 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团结 那么阿富汗这样的悲剧 如果是这样 就可能再重复 另外一个国家 同样和阿富汗 屡次打败外敌 但是到最后 他们统一了以后的越南 是非常合作的 越南是非常合作的 那么我们现在台湾人 也有一个印象式的错误 认为现在很多小吃店 这是裸式的很多 都越南籍的 或者是在那个 但是越南 这个不是他全面的面貌 你去考察看看 越南人嫁给台湾人的 在家庭观念 教育子女方面的教育 比台湾人还要周小 母子的关系 比台湾人还要更亲近 他们的下一代 发生在屏东服务的时候 才几年 他的下一代的文学奖 第一名第二名 很多都是越南 和屏东原住民的下一代 你如果到台东去 你从台东市到观山 你开着车过去 这条路上 沿路上很多越南新娘 嫁给台湾人 嫁给台东的 比较贫穷的家庭 他就在路边卖甘蔗 观山产的甘蔗 妈妈在削甘蔗 笑到天黑了 把灯打亮 还在削甘蔗 然后你会发现 很动人的现象 因为这些越南新娘 嫁给台湾人 大概就比较穷的家庭 他甚至没有钱 可以供应他的子女 去补习班 像台湾人去上高屋 比较贵的补习班 但是你会看到 经常看到 他妈妈在削甘蔗 旁边有一个小盏的灯 女儿在陪着他妈妈 他在做功课 我请问你 台湾人现在还有几个 年轻人和妈妈 在煮菜干什么 或者是妈妈 在工作的过程里面 在小吃摊旁边 在做功课 我告诉你 台湾产生那么多博士 以前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现在台湾人 还有妈妈在削甘蔗 儿子在旁边做功课 努力做功课的吗 妈妈削完甘蔗 又回来看看 子女自协的怎么样 我告诉你 几乎没有了啦 但是他存在台东花莲 这些越南新娘 台湾的丈夫的 弟爱在身上 等到有一天 台湾产生了 越南和台湾的 混血种的 下一代台湾人 当总统的时候 台湾已经到了一个 真正民主 彻底的一个阶段 这是我们期待 希望也期待 讲阿富汗的故事 给我们一个 励志的一个参考 谢谢你收听 明天感谢期间 再见 明天感谢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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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感谢期间